佳白 新姿 你怎么来了 给你准备个惊喜嘛 我们去吃火锅吧 那个 待会儿 工资好点事没处理完呢 改天呗 改天我请你吃 不是 徐佳白 你什么意思 三天两头给你发信息不回 一天天忙啥呢你 谈恋爱了 跟我确认关系了 就不珍惜了 没有 新子 我这两天确实有点冷落你 但 我真有事 这过两天你就全知道了 别扔信息怎么讲 什么事现在不能说 给我看看 什么呀 手机 真什么事没有 你还不相信我吗 行 就这样 景思 十分钟啊 刚下班 等我一会儿 等我一会儿 姐 你怎么才回来呀 你这一天不见 是不是出去优惠男人去了 我倒想 来 你怎么了 奇奇怪怪的 下野菜准备好 小酒准备好 世书反常必有妖 请坐 你说 有什么事求我呀 姐 你可能以后都不用收留我了 姐 你可能以后都不用收留我了 许家白今天送了我一个礼物 全球 新资 新资 是我 前两天是我不好 你要想看我手机给你看呗 我把锁给你解开啊 我才不看你手机呢 你肯定该删都删了 那你说 我要怎么做才能原谅我 你自己说吧 你最近干吗去了 为什么消息回这么慢 薪姿 我发誓 我徐亚百百百对你坦诚 手机随便看 电脑随便翻 以后不管咱们吵不吵架 所有事都是你对 你就别生气了好不好 我问的是你这个吗 我问你最近干吗去了 真没干什么 宝宝 你不说是吧 不是 你不说那我们俩就算了吧 不是 什么算了呀 你好假 什么假 宝贝 宝宝 薪姿 别拽着我 别生气嘛 这么大伙干吗呀 你犯错又不是我犯错 我为什么不能生气啊 我保证啊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 我这样的天干吗去了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也不知道这本礼物你喜不喜欢 这是 啥了 这是 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 要不然就送给谁啊 你好傻呀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了你 我做什么都值得 把手给我 从今以后呢 这就是我们的小家了 收好了啊 有点热 你让我缓一缓 一个房子 他也太好了吧 一个房子 说送就送啊 他去年落户 然后他爸妈就给了他一笔买房资金 本来原计划也是在北京买房 只不过在偏远的地区买个二居室 但我真没想到 他居然为了我在车买了房 你会不会舍不得我 当然舍不得你了 但你真的要搬过去吗 我总觉得你们现在刚确定关系不久 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试婚嘛 很普遍的 你想啊 一开始恋爱的男女 他们都互相拿着劲 彼此对对方都充满了幻想 可能在一起好几年都不了解真正的彼此 但是柴米油盐的生活 就能打破这种幻想 回归现实 告诉你这个人适不适合你 值不值得和他过一辈子 反正啊 你总是很有道理 我说什么呢 你也不听 就不劝你了 你想去就去吧 虽然那个房产证上写的不是我名字哈 但他说这买给我的礼物哎 我心里听得也开心啊 而且 我不用交房租 你有公司也才十分钟的距离 日常开销都是花他的钱 那我又能省时间又能省力 还省钱 我以为你完全沉浸在他的感动里 根本不考虑现实 没想到我们小仙女也这么计较啊 什么仙女啊 主要是我跟你要的东西不一样 你喜欢那种风花雪月的爱情 我就想找个人跟我结婚过日子 就是他在买房这事上 有点太傻了 你刚刚还说他好 怎么又傻了 你想啊 他如果真想跟我结婚 那他在买房的事上 就应该跟我商量对不对 我们应该选一个适合住房 或者说是有 生殖空间的房子 而不是让他傻不愣愣的 在CBD买一个依居室 他也不想想以后我们要是结婚了 有了孩子怎么办啊 那也不是学区房 住也住不下 我还跟同事打听了一下 说现在买房是高位 我们那小军又老 根本没有生殖空间 你说他是理财思维 那以后我们俩过日子 还不是把日子越过越穷 他还没搬过去呢 都开始畅想未来了 那我替你说得你这么委屈 你别办了呗 你就住我这儿 就跟他算了嘛 他这么傻 我也就是嘴上厉害一下 你别惨我了 他这么真心对我 我能错过吗 好好珍惜 是个人都不会错过 我再分别这儿 等一手 没事 放心 这边再来一下 好 过几个事了 姐 谢谢你收留我这么多天 赶紧走 在这儿待着当我多少桃花呀你 他要敢欺负你 随时回来啊 我等你 你 赶紧滚 小屁孩 多爱点就想结婚了 真走了 我去开门 让他进来啊 你先别弄啊 我去开门 我来大门 每天食堆 我来说的